请报推身出新球赛一晚打进 7月13日星期三飞飞继续为您补红捉了 本场比赛是本赛季巴西杯第四轮次回合的一场较量 坐镇主场的弗拉蒙哥将迎来八甲卫冕冠军米内罗竞技的挑战 在首回合的那场对决中 上岗旧将胡尔克在比赛中展现出了极强的竞技状态 他的一传一射也帮助米内罗竞技收获了2比1的领先优势 最近几轮比赛米内罗竞技在联赛中势头不错 上中主场击败埃梅莱克之后 球队也顺利挺进了解放者背的八强 在士气层面 志得意满的主队可谓是当仁不让 在联赛开局阶段 踢得顺风顺水的弗拉蒙哥在6月份状态全无 6场八甲联赛 弗拉蒙哥竟然直接输掉了4场 球队在客场时的表现确实让球迷未知胆战 不过在解放者背的赛场 弗拉蒙哥同样表现不俗 上周中面对格甲禁旅托里马体育 球队更是收获了一场7比1的大截 数值方面 在综合主场加持的情况下 本场主任还是给到了主队弗拉蒙哥这边更多的支持 对比双方的近况 米内罗竞技似乎要更胜一筹 但在转入7月份之后 弗拉蒙哥的竞技状态也明显得到了改善 由于双方都是三线作战 本场比赛的变数还是不小的 综合数值的变化今晚我更愿意走一招险棋 看好主队弗拉蒙哥可以在90分钟内有所建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想要获取更多比赛分享的朋友 可以在老地方搜索飞飞砍球 咱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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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